歡迎收看最新一期的胡話不談 我是大師匙 委任 我是阿勇 這次我們決定開一個新的單元叫不藏私 把我們最近幾個月以來 或是前幾年我們也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敢講開箱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都已經使用過了 對 所以不是全新品 都是我們自己覺得有趣的東西 給大家提供一個我們自己的視角 就是為什麼會買這樣子的商品 就是等於是有點把自己的收藏 現保的感覺 現保嘿嘿 沒有啦 沒有啦 先拉一下褲子 現保有沒有 皮帶好看 皮帶好看 那我們就是以後會以這個單元 就是慢慢的啦 可能就穿插在每個月裡面 我們的無話不談鐘 不知道我們的收藏可以拍幾集 對對對 那我們就看下去好不好 好 那一開始我先來好了 沒錯 這個 這個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了 對 好久不見 拿出來的時候 沒有我覺得 這一雙呢 我先調到他的來歷好了 大家看一下 乍看他就是一個復古登山鞋 對 那其實他是那個Solo Good 旗下一個品牌 叫 叫Wayne Brenner 他是專門出那種戶外靴 跟打烈靴的品牌 對 然後這個東西呢 看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字法 他除了是一般很 看起來 蠻 很像外翻嗎 他是外翻 沒錯 他是外翻 而且他是雙車線的 是喔 真的耶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有點像 他的一樣是跟 Wesco跟 Viberg的外翻 寫一樣 就是他是前半部 他是 等於是270度的外翻 然後後半部是做 他不是像 比如說Danner Danner是360度的外翻 整個都是翻出來的 他等於就是有點像 他的字法 我稍微 研究一下 應該是類似 Viberg跟 Wesco的那種做法 你說內裡先往裡面折 然後面皮再往外翻 因為他的腳床 因瘦是高於斜面的 你可以看他一樣是做雙車線 然後他的設計 我覺得也很 雖然看起來就是 好像一般復古的那些 但是其實 他的一些車線的設計 你看這邊也跟Wesco一樣 中間是出的 搭三針 應該是一次車過去 Backstate這裡的設計也很有趣 就是他也有用出線做點綴 然後他的Logo 是用那個 這就是Logo 對他的Logo 是有點像那個箱在裡面的 我覺得很酷很酷 就是有一些很細節的小東西 但是你乍看也會覺得 他是一個頓頓的復古登山鞋 其實一些細節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我當初買這張是 純粹是為了他的字法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那種登山鞋的字法 用那種Wesco 那種外翻鞋的字法 來做登山鞋 蠻少的 尤其是這隻老鞋 對 就是故動鞋 那你覺得好穿嗎 我覺得是好穿 但是他有個點 因為他是二手鞋 然後他等於是 之前有主人穿過 他是我的左腳 就是這隻腳 這個地方在折的時候 他會壓我的這個地方 所以會很痛 對就是你剛才穿一陣子 還好 一小時半小時還好 但是如果穿一陣子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在折的時候 會一直壓到我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長時間走路其實有點不舒服 那有考慮要不要靠我的血跟汗 來把它馴服 但是其實後來因為鞋太多了 真的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他現在還是一匹野獸 如果長時間穿的話 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鞋子多真的很難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除了他的設計之外 其實像這種 如果要我就是山跟海來選的話 我一定選山 我是山男 你說你比較喜歡爬山 比起遊泳 對比起海邊的話 我喜歡去山 那其實會有這樣的話 是因為在念書的時候 一直有那種撞遊夢 你知道吧 你說到處在山裡跑來跑去 或是我想要到世界各地去 去遭中 可是為什麼是以山為主 因為就是會有戶外活動為主 就是說我想要的話 就是想要比如說 當初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也選的是山多的地方 選科羅拉多州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有 有種其他學校 比如說海邊那也有 但是我來選的就是 是往山裡跑 所以你後來買的東西都傾向 其實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 都跟山有關的 對對對 就是登山鞋 我那時候就會想說 我想要找一雙可以 一直在尋找一雙可以陪我 遊歷世界的一雙鞋子 是他嗎 不是他 哇 不是他 就是說心中一直會有一個念頭 就是我要找一雙鞋可以陪我 左遍大江南北那種感覺 抱歉不是你啊 不是你 因為一直買一直都有在買 那種嘛 就感覺好像一直都沒有找到 心目中 最完美的 對 但是我後來真的理解 其實沒有所謂最完美 真的真的找不到 因為你找到就能找到的話 你看到其他雙你還是很想買 對 因為 這個花心的男人 本人不是那種極簡主義的人 OK 對啦 但是就是心中就是以前 唸書的時候比較 比較沒錢嘛 就會想要找一雙 就是說我要這雙鞋子 我要陪我左遍大江南北那種感覺 其實心裡 我們自己現在買鞋子 心裡多少還是有一種 就這雙就夠了 就可以了 但買完之後 你就要忘記 我前面許下的誓言 都是這樣子 像這雙之前也很多 也是很多戶外鞋 像Danner也買 Danner也買好幾雙了 是嗎 Danner我前天後應該有四雙 那東西呢 有些賣掉 我現在大概留的只有一雙而已 留在手邊只有一雙而已 然後後來有買 就是一些義大利的登山鞋 什麼Elico Elico 然後還有買White White的我有一雙定製 把它做成是戶外鞋的定製 然後還有買Russell Russell莫卡辛 我有一雙就是也是希望那個配置 因為是定製的嘛 可以定製成可以陪我 遭總世界的配置 那個之後再拿出來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上面 但是那雙後來 那雙其實後來蠻不錯 就是我後來都明月去歐洲一個月 都穿那個 一個月都是穿男用鞋子 對都沒有換 就是男用鞋子就是陪我走遍歐洲十幾個國家這樣子 所以那雙算是有達到一點點目的 就是說真的有陪我去各國 而且有去爬那種高山雪山那樣子的 但是那雙後來可能 那個月被操完之後我就放在家裡 結果他內裡發霉了 整雙大發霉 這是因為角氣的累積 可能因為我後來沒有做 角氣大寶花 就是因為想說穿一個月 然後休息一陣子 然後後來就看 裡面已經是一個生態系人 長咕咕 對那後來那雙就 因為這樣子真的沒辦法穿 也是有點可惜 對那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會想要開發 Fortiness 那種護盾三鞋 這個還會call back 我們屌啊 總是要置入 希望Fortiness可以成為大家心目中那一雙 可以陪你走遍世界的鞋子 那我現在就是 那種戶外活動也都是穿Fortiness 對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喔 這個講很多 對啊 你那個 發自內心 真的真的有愛 來那我再分享第二雙 這個你很常穿 超級常穿 沒有保養 沒關係 來再看看這是什麼鞋子 這看就知道是Oden 但是又覺得跟一般的Oden長不太一樣 真的蠻不一樣的 他是Oden跟那個 那個 Anatomica Anatomica應該算是法國品牌 但他日本有代理商 這樣子 然後這是他們的那種聯名款 那你知道那個 Anatomica的那個法國老闆 名字怎麼唸 Pierre Pierre 就是我 腰的收窄 這個腰子相當鮮細 然後這個C型的感覺 就是 噢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只是 但是 除了Modified Last之外 你不要以為他只是一雙 Shiel Kotovan的Modified Last 因為你看到這個折痕 哇真的是不得了 然後他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讓我覺得非常心急 我把現在鞋身拿起來 我剛才想說為什麼我壓不下去 有沒有注意到各位 扁頭的 很屌 這不是我們動工的 這是原廠就這樣做的 其實剛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那時候在看 你想買的照片 你覺得莫名其妙 這個鞋子怎麼做這樣子 然後後來才發現 因為我買的時候 也不動是給你頭的 才不會這樣 然後後來才發現 欸 扁頭的 然後後面那個港寶的位置 然後扁頭之外 他沒有乃逆 對 他這等於是前面的鞋頭 就是 就是 靠一片Coldovan在那邊撐的 對 然後再來 最有特別的地方就是 尾追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 好像桃子的感覺 就是一個 很特別突出 對 然後他的港寶是沒有放滿的 你有沒有看到 就只有放到三分之二 或是一半的 我現在壓 港寶只有這位置 上面都是空的 然後就營造出這個 夭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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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捏 沒有捏 卡聲 就桃子撞的感覺 對對對 那就是 西洋梨 對看起來就很 跟一般的Oden不一樣 嗯 那其實 我覺得 因為Modified Lust 是我 我穿過覺得很舒服的 的旋律 人家合你的腳 然後這雙鞋子的尺寸 也是對的尺寸 所以 這為什麼我很常穿這雙鞋子 那就是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有出鞋子之後 真的很少再買一些新鞋的 確實蠻好 但是如果有看到核式的Modified Lust 我還是會很想買 因為 Modified Lust在 這只能是美國跟日本 才能出 例如說他們合作 可以用這個鞋子 但是在台灣 有非常多店家 可能有跟Oden合作 但他們沒辦法去叫 這個鞋頭去做商品 這樣 好像只能 對 只能買他們的現貨 有幾個型號是 有Modified Lust的現貨 那是可以叫的 但是 要特別訂製 就是 好像是有限制 所以 這個東西 可能覺得說 在台灣買不到 或是能進度低 而且尺寸也難買 對 你就心裡會覺得說 好像 要來一個 要來一雙 重點是他穿得很舒服 這樣講好了 然後 我覺得很帥 那個腰這個收窄真的是很 不得了 現在鞋子比較少 以前古董鞋可能 這種細節也比較多 所以他的賣點就是 Coldoven 沒有內力 港寶做一半的感覺 那不是一半 就是那個高度只有抓一點點 然後 就很特別 有趣 那就是我最近 我這一集 想要跟大家分享 覺得算 蠻有趣的 兩雙 再複習一下 就這兩雙 好 麻利 來 先來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 剛剛我們講到 我現在買鞋子 大部分 新鞋不太買 都買古董鞋 那我會希望都是以 我能穿的 即便我可能就放在那裡 但是 這東西回來 我要確定這個尺寸是我的 就是假設 你有假設哪間新學校 想要修理它 或是我今天要穿 我是可以直接使用 不會說我今天為了 要買古董鞋 去買一個什麼 五號六號 買一個什麼 十五 十四十五之類的 我可以穿我可以穿 買十三號好了 就大概像這樣子 我可能還是會傾向 我的尺寸 所以我之後 可能要分享 幾乎都是我能穿 我腳能放進去 我可能穿起來不舒服 十三號你放得進去 謝謝你 那像這個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是很 非常常見的 M43 就是日本最多品牌 復刻的一個型號 就美國陸軍的 就二戰的軍靴 我覺得啦 那他今天為什麼要分享這個呢 因為其實我大部分以前看到 都是反皮為主 多數 多數都是反皮 其實像這樣正皮的 非常少見 那我可能看到正皮 他是有蓋頭的 頭是比較胖的 沒有像這種軟頭的 然後我覺得說 這個剛好是我尺寸 然後我就從美國把它買回來 其實狀況不是很好對不對 就底啦 真的斜面的話其實還不錯 我自己覺得斜面這樣子 是比反皮還要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反皮 你看起來好像還可以 結果都會撕裂開來 那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沒問題 那之後可能稍微整理一下 我心血來潮應該是想穿 想穿一下 感受一下 那這個 有趣了 就是這個腰 就之前我們講 其實很多軍靴 以前我們那個Service Boots 那一集 都有講到 就是這個腰 都會收得非常裡面 這個是以前古董鞋 比較常見的 就是你看 這穿起來 我跟你講套上去的時候 這個後跟 也是鎖住 完全鎖住 非常舒服 分享一下 這鞋子相當帥 這筆一定是達德州的產品 這個也是 為了呈現古董鞋那種感覺 就像這樣子 這個真的是 現在成鞋中 非常少見的一個細節 對 這是最近買的 我覺得很帥 然後這個也是 類似像Monson的那個頭 穿扁了之後 就沒有定型物 對 翹起來了 哇 翹起來了 相當有精神 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推薦 然後再來呢 這個 非常時髦的一雙鞋子 真的嚇怕耶 對 如果你以現在的 美學來看 你會覺得它是 你先不要管它之前是拿來做什麼的 它是非常時髦 我們可能會講說 有些人會說 就可能一些那種設計師品牌 會出的鞋款 對 它是非常前衛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頭 的那個人腳 哇 這個角度非常之明顯 包含這個底的感覺 你可能看到這樣子 你都不知道它是拿來做什麼的 這是早期 1930左右 1930 1940的Ski Boots 所謂Ski Boots 就是雪板鞋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有某一個圓弧 然後凹槽 對 這個是以前拿來固定雪板後面的 然後包括這個前面做方形 也是為了要固定它裡面那個固定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鞋面抄成這個樣子 可能那個人摔得要死 都在雪地上摔 所以它其實有翠胸不是很明顯 就是它可能就是小小的脫皮 很像是被砂紙稍微磨到的感覺 它不是很大的一個傷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底 是全新的 因為是彩帶雪板 那只有雪板就是那種 真的是那種 這樣兩個磅子在那邊溜來溜去 大概是這樣子 對 我們會附上就是當時那個整個 穿著的那種照片 對對對 就穿超短板的外套 然後這個地方要固定住也是 可能可以固定腳踝 比較不會繞掉什麼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以前我們多數拿來做 運動用途的鞋子 它都會有一種less to toe 的設計 就是我從這裡到這裡 甚至你看它還多了綁帶 像這個 這款是長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其他的還有看過兩個綁帶 然後繞一圈的 就是都有 就可能盡可能把你的腳 完全鎖住就鎖住 但是現在的 這種雪板鞋 或是那種 專門做單板 雙板那種都會再高一點 然後他們現在都用塑膠殼了 就是真的是硬到不行 就是完全是 把你的腳固定 因為你腳一旦在裡面滑動一動了 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就是你的運動表現有受到影響 對啊 那其實這種東西 以前沒有 比如說沒有塑膠殼那種材質 只能透過皮革或是這種設計 來夾到夾褲的效果 你想像得到的固定方式 全部都在這上面 它沒有什麼隱藏在裡面的黑科技 都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這種以前 可能幾乎上快100年前的東西 設計上你現在角度來看是非常的前衛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買它了 這個其實 你就算沒有固定在雪板上面 其實它的設計 你看它還是用橡膠底 我覺得它就是讓你在平常著綠還是可以穿的 我覺得啦 是啦 因為它這個底 是用非常好的 對啊 這材質這整個感覺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大可以 就像你講 它可能就是用一般的 不要用到這麼一花的底 去固定去做 那它只是固定在雪板上 你可能脫掉雪板 這鞋子就用不到了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非常有趣 那這也是 我們之後 會開發的一個商品 靈感來源 取自己這雙鞋子 這樣講 但是可能不會這麼的前衛 我們炫頭上有稍微做一些協調 沒有這麼的冷冷角角 這樣講 雖然說我們現在角度看非常前衛 但是我們自己 也不會穿出門 坦白講 太前衛了 如果我們用欣賞角度來看 你會覺得說 這快一百年前的東西 做這樣子很有趣 但是如果你真的說 我要不要穿這個東西出門 老實說我不太敢 那個砍過不去了 所以我們選擇了用一個 可能相對是 方盾的一個漩頭 去生產這樣的版型 然後我們的鞋面 現在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實體 我們這個 可以看到這個擦芯有沒有都跑出來 這個也都是有點擦芯的感覺 這個呢我們就是 全部都用礦泥攝錄去做 用不同顏色的礦泥攝錄去完成這個配色的感覺 穿舊了之後 大致上 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感覺 這個擦芯 整個都跑出來的感覺 然後油份又夠 就是其實我們的開發任何鞋款 其實蠻大的 蠻多的靈感來源 就是來自於我們這些手邊的收藏 對但我們其實 多數並不是因為 為了特別要開發什麼東西 才去買回來 是我們平常就喜歡買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可能聊一聊就覺得說 欸這東西很有趣耶 那為什麼他當初要這樣做 那有趣在哪裡 然後去做研究啊 做一下功課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融入到我們接下來的商品裡面 有時候你可能看到說這個東西 他可能集結了很多素材 不見得是1比1復刻 對啊 就像這個OZ 這其實就是以前我們的那個 二戰閃兵線 然後搭配我們的澳洲就是 澳洲軍缺的彩片 對對對 澳洲軍缺也是為了 為了的收藏嘛 然後就我們取那個澳洲軍缺的彩片 然後跟美國軍缺的盲生拉斯特 做出這樣的商品 就有趣啦 就是我們就到處拼一下 然後覺得說這個 這個靈感我們喜歡 我們就拿來使用 那這個呢 之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應該 對啦 應該是年底啦 秋冬的時候 秋冬的時候 秋冬的時候就會跟大家 釋出一下我們自己的新鞋 可以期待一下 對啊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我們第一集 這個不藏師 有什麼看法 希望可以長長久久啦 因為我們的收藏 真的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可能撐個50級 哇那厲害 應該沒問題 應該50級 我這裡放蠻多有趣的東西 對啦 看我們一集要講幾雙鞋子 對啊 那一次一集講十雙一下就沒了 對 一集兩雙其實夠品啦 慢慢來 那如果大家還喜歡這樣子的內容 對 請多多 donate我們 那我們可以多買就清楚 喂 哇你真的是名著要 要要要要 感謝大家支持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的話 趕快跟我們講 那我們可能下一次 無話不談 就是多拍幾次 不嘗試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買了什麼有趣的東西 是是是 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